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请坐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 今天我们来分享 讨论网上同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丈夫在十二月三日在车祸中去世 我现在生不如死 因为他才四十三岁 所以认识他的人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是好人 可为什么好人不长寿 我弟弟是佛弟子 他在深圳 他给我带回好碟和书 多数是净空法师的书和照片 他去香港听老法师讲经 他说他姐夫是好人回老家去 阿弥陀佛会带他走 说我四十九天之内不能哭 让读地藏经 说对他姐夫好 我想问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对待亲人 他们已经离开我们 那我们不能够只陷在情职当中 要用理智 想着怎么样去帮助他 真正让他得到利益 一个人 一个人总有寿命 寿命长短 都是跟他前生所修的善恶的业 来决定 这一生虽然是好人 可是前生也会造作不善业 那么遇到了这个缘 善恶的业都要去报应 但是他这一生是好人 就一定能够到好的地方去 那么他这一生的夜报尽了 我们帮助他更加的提升 那么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给他念佛 一心念阿弥陀佛 自己呢 每日听经 读地藏经 或者读无量寿经 回向给呀 这位呀 亡灵 那么他会得到非常 殊胜的礼 你的心越前程 他得到的利益越大 那么你能够如果用 他遗留下来的 这些财物 替他做好事 赠灾啊 救贫啊 或者是互持正法 应诵法宝 这些功德都能够加持他 所以 现在最终要想到如何帮助他 哭泣 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要知道 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不是这一生 完了就没有了 他是不断地 在轮回 那么如果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够永远脱离轮回 轮回是苦海 所以很多同修 在家里 为过世的 家庭眷属 就能够永远脱离轮回